说实话石林这个地方呢 平时我是很少来的 不过今天接到18方粉丝的线报 说在石林的这条街帐 有一家既可以吃乌鱼 又可以吃鸡杂的地方 我作为鱼和鸡杂的狂热爱好者 怎么能不来呢 粉丝推荐的是一家开了十多年的老店 在石林这一圈还是颇有名气的哦 看招牌几个大字 简单明了 就感受到了这是家实力派 尽管拍摄当天是工作日的中午 店里也有很多客人 呀呀又是你 这里的人不是奔着鸡杂 就是奔着乌鱼而来 所以我们各点了一份 在事先配好的小料碗里 打点圆汤 一看这种吃圆汤的方法就知道 味道肯定差不了 那可不人家可是开了十多年了哦 我们这个店是06年 7年份就开了的已经16年了嘛 而店会的话是前年 因为一起嘛就二店和在一起了 哦 乌鱼店和鸡杂店原本是开在相邻的两家不同的店 现在虽然二店合一 但是味道嘛还是以前的那个味道 首先说说他家的水煮乌鱼花 这道菜除了考验味道火候 还极其考验刀工 一条平平无奇的乌鱼 经过大厨的改良 就变成了既好吃又好看的乌鱼花 如果你以为过水后的素菜 加上炒制好的乌鱼 这就好了 那就错了 最后关键的一步 淋上油让香味都激发出来 嗯 完美 我是爹 我们就吃了吧 然后提到这个鱼 然后比较细了 比较口碳 然后加给来比较适合 刀工生子 我也不懂 它切得很漂亮 爷爷我刚才看你吃乌鱼吃得好好香 我们觉得这味道好不好 好 就是有点辣 艳人姐你有多久没收到过花了 就从我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花了 我送你一朵乌鱼花 哇 很漂亮 将乌鱼改刀成花状 目的不仅是为了好看 而且鱼肉的每个缝里都钻满调料的香味 吃起来更加入味 可谓是色香味俱全 鸡杂为锅 我们点的小份78元 够两三个人吃 这是一道非常下饭的菜 除了鸡杂还有各类配菜 泡萝卜 芹菜 青笋 魔芋等等 香而不辣 酸爽下饭是一道老少皆宜的菜 吃这种鸡杂教大家一种方法 一定要裹着下面这种小料 一起送入嘴巴里 来这消费的除了街坊邻居 还有很多附近上学的学生也是常客 还是挺下饭的 今天整个吃完饭 鸡杂脆很暖 然后味道很好 这个地下的这个鱼也是 它烫也好和鱼也很浓很细 有好多成都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做大学 都出去工作了 我还经常开几十公里的车子 会在这里吃饭 都想吃我们的鸡杂嘛 因为我们的鸡杂比较下饭 也比较适合嘛 店里人均消费并不高 而且还会贴心的给每桌赠送小吃 尽管大伙都是两碗米饭起步 我们今天就吃饼 不吃米饭了 黄金大饼沾着乌鱼汤 汤里的香辣味 加上馅饼的回甜味 口感爆赞 今天我们一行四人 点了乌鱼和鸡杂各一份 份量足味道好 还给不太能吃辣的摄像小哥 点了一份番茄炒鸡蛋 人均50元左右 吃的那是相当满足 怎么样燕燕姐 没带错吧 确实不愧是石林这边的鸡杂王 人气超高也是有原因的 你看这一道菜的最大敬重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糖汤拿回去下镊子 还可以煮点粗豆片跟鞋片 ủы correr 和鸡杂团 抹茶